这三大生肖的努力日月可见,不出三天就能飞黄腾达,订阅本频道的朋友2018年才圆滚滚,大吉大利心想事成,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,生活的平淡无奇,人生中没有丝毫叛逆,没盯点心意,就像日历一样,没有丝毫波澜的流淌着,一天又一天,等一时到时间正在悄悄的溜走,就会后悔不已。 时间就是这样不请自来,也会不打招呼的离开,但经过时间验证的金钱,却不是这样的,只有付出了,努力了,那你口袋的钱就会乖乖的来找你,未经你的允许从来不会离开你。 未来三天内,这三大生肖经过不断的努力,他们的财运如同开了闸的洪水般,汹涌而来,生肖牛,肖牛人在生活中非常的执着,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,都很执着,甚至有时候可能达到了执拗的程度。 大家都说执拗不好,那执拗到底有什么不好呢?没有人能够明确的说出来执拗的实际危害,可能大家都不能做到如肖牛人这般执着,就笼统的认为执拗不好了。 肖牛人所有的好运都是由他们的执拗换的,当他们专注一件事,其他事情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,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肖牛人漂漂亮亮的完成了这件事,这就是肖牛人的福气。 未来三天,肖牛人将能完成执着了很久的一件大事,带来的回报也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的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三天以后,肖牛人一定能飞黄腾达,生肖猴,肖猴人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执念错误,从来不会去逃避一些事情,任何事情都不逃避,那当好运站在对面时,肖猴人也能准确无误的抓过来。 肖猴人在不断的错误中,经过不断历练,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,即使是躲藏起来的财运,他们也能抓到身边来,未来三天,因为肖猴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,积极寻找解决途径,反而获得了比之前更好的结果。 那么,肖猴人还愁财富不来吗?在他们勇于承担的那一刻,大量的财富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们了。 肖猴人,肖猴人在前进的过程中,最值得提到的一点就是抵制诱惑,不可否认,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诱惑,小到浪费时间的游戏,大到放尸道德的争夺,这些诱惑不论大小,都会一定程度的阻碍前进的道路。 为了早日达成目标,肖猴人真的能够做到抵制诱惑,只要是对前途没有好处的事情,肖猴人绝对不会干,而且肖猴人认为,只要放弃眼前的小诱惑,等达到目标的时候,就能相应的获得更多的财富。 事实也是这样的,不断抵制诱惑的肖猴人,未来三天就能获得相应的回报,飞黄腾达的日子已经在向他们招手了,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